最擅長的是下班2點,跟人們去打保齡,喝咖啡,4、5點就回到家 幫著我們的窮苦學生來加拿大的年代 即是沒什麼值得回味的浪漫聖誕節,平安爺 不是吧,但教一下後輩也好 剛才有個網友說聖誕節,平安爺,免得出去失身,寧願在家聽浴文節目 不是呀,現在人們怕出去失身,想失但沒得失 全句就是失身都不出去失身,又在家聽浴文 全句就是這樣,但愛明就說想失身,有人想失身都沒得失 所以就寧願在家,免得出去,你今天失了沒有 沒有呀,沒有人肯失我呀,沒有人肯要我呀 沒有人肯令到我失身 但那時那個失身平安夜,報紙都會有電台節目 第二天,一早就有報道 報紙電台節目都會之前兩三天,一定會說 叫少女,他不說少男,真的很奇怪 現在沒有的 勸那些少女,現在當然沒有了 勸那些少女,你不太熟悉那些,就不要跟她聊那麼多 說完這些無謂的事 不是呀,我說現在沒有了 以前那些尖沙咀碼頭很流行派避孕套,拿著籃子 我們都派過了,早兩年 你自己代了多少 不是,我們三年前都派過了 三年前聖誕節,我們在尖東派避孕套,然後被人罵 罵你什麼 罵什麼 有些人罵,說搞什麼,你們教壞弟弟 罵什麼,真是偽善,他們不用他自己 真的可能不用 是不是 說我們 Simon,你用嗎 現在說我們 不回答,為什麼不回答,你用嗎 Simon,現在 現在在說話 有沒有可以用啊 Simon Safety Sex 叫老蕭要幫忙推動一下,拍鼻人套 有 以前你們有沒有部署在平安夜要 問問Simon,有沒有部署撲出來 準備令人失身嗎 不用 不用的 即很多女人蜂擁過來,塞給你 不用的 即是好像華叔 你明明到今時今日討論,你還是處男 華叔說傳媒蜂擁而止 然後那些女人就對著Simon蜂擁而止 Simon,你令我多少個女士失身 他發夢的 嘩,大哥,我講這些 你個人 Simon,你幾歲失身啊 嘩,你真是被阿艾明咀咀逼人 你幾歲失身啊 你沒理由坐在那裡不出聲啊 Simon,為什麼你不是幫助這些問題 我逐個逐個逐個 因為你坐那邊打說 你幾歲失身啊 先走 你幾歲失身 幾歲失身又先走 男人老狗怕什麼 大舅,大舅幾歲失身啊 18歲之前 大舅,你說你18歲前啊 18歲前 嘩,你那時候這麼開放的嗎 幾十年前 嘩,我17歲 我17歲,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 加拿大,大家拿 你失給人還是人失給你 那次 我這樣也沒有分 男女平等 就是護膝的啦 是嗎 護膝的啦 幫主呢 幫主14歲 我啊 幫主九龍城大 有什麼理由不早啊 九龍城大啊幫主 我都不記得了 嘩,小到這樣 但肯定是20歲之前 肯定是20歲之前 拍過幾次拖 我 真真正正的拍拖的 應該是兩次 是不是啊 對 何謂真真正正的 那你 即是初戀 是感情上的 真真正正正的 即是比較長一點 譬如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間很長 就是失了給那個 對,老婆啦 不是啊 真正的兩段 但反而你不是失給初戀那個 我都說是20歲之前 嘩,不是失給初戀那個 嘩,這些是寫小說 即是有性無愛的 那個 有性無愛 馬佬十個九個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唱的 你想害他幫主 回去給他時間 我們公開呼籲 我們公開呼籲 幫主的初戀情人打上來 哈哈哈哈 初戀情人還是拿了幫主第一次那個 兩個兩個都可以打上來 那個都不記得誰了 你都不記得了 你當時那個花名叫什麼 那些人不記得你黃毓民家的名字 你當時那個花名叫什麼 你當時那個花名叫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 哈哈哈哈 不要扮演 嘩,有一個說 幫主踩場之平安夜聖誕版 哈哈哈哈 何況啦 那個姓啊 不過是何況的 幫主終於被追殺 那跟老婆結婚之後 怎樣浪漫過 聖誕節 其實我個人是不浪漫的 就是操資大業的人 所以都很糟糕的 真的不行的 我們真是很差 那現在根本給你醒覺一下 結婚十周年 就跟他在西餐廳 兩天派餐 光主,你的文彩這麼好 你有沒有寫過一些愛情詩給太后 我覺得那些詩都在九粒 哈哈哈哈 即是有寫過 你現在想起九粒 一切文學皆以血淚事成 不用情情踏踏 即是當年林國民 與妻決別書 你讀過也好 那個不是愛情 是愛情大悲劇 吾以愛與之心 坐天下人 愛其所愛 所以敢先與而是 好,很簡單幫主 大哥 現在是聖誕啊 大哥 不是復活之 你不要繞這麼大的圈 你有沒有寫過 什麼情詩 作個情詩給皇后 現在是文彩 繞這麼遠做什麼 我真的不懂寫這些 真的不懂寫 我告訴你 抄呢 抄呢 我更加不會 但我不懂寫而已 你懂得說 即是 他懂得做 哈哈哈哈 當初怎麼追啊 我現在整整整 好像在搞 你不要看這裏 當初怎麼追啊 當初我跟愛明很合拍 當然 當初怎麼追皇后 等一下 有個問題 在checkroom的人說 你剛才問得這麼慣 不行啊 你不要吵啦 你什麼時候失身啊 愛明 我連問幾次啊 愛明幾歲失身 是啊 回答吧 到今天都沒得到啊 好想啊 快點 到今天都是老署 哈哈 什麼老署啊 你說還沒失身啊 那叫老的了嗎 阿華叔那些就是老署 不是 現在才17歲半不老啦 喂 當初怎麼追皇后 真的想知道啊 我也不記得 你不要整天裝什麼都說不記得啊 人家問你啊 你的初戀情人是不是鄭果如的啊 我的初戀情人不是鄭果如的啊 那就是記得啦 不要忘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但不是說這些話題 幫主面紅的 別人踢爆你啊 哈哈哈哈 我當然不會啦 但我覺得很無謂啦 其實應該問愛明啊 關什麼事呢 這個人都不願意踩場切木啊 我行張就木 有心無力 不是啊 你幾歲啊 這麼快說自己有心無力 是吧 有心無力 是男人來的 太后都不認 那天危康接受李小薇的訪問 到最後呢 李小薇忽然間做一句 祝你為所欲為 是吧 那她說是呀 我都想 不過我真的有心 那就ending 笑得你躺在這裏 那她這個為所欲為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 李小薇問她 就是說 喂 人家都60歲生日啦 就是講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 嗯 那你都說回兩句好話啦 是不是 那她說 哇 那六十歲生日 就要講好話 那我現在七十大壽 又不是為所欲為 這樣嘛 你明白嗎 那後來 到ending的時候 李小薇就弄一句給她 我祝你為所欲為 然後危康就說 我口上為所欲為 但是我有心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那你今晚回去有沒有想到 跟王下為所欲為 是 我都希望 還是你很有同感 跟王下為所欲為 是 你都希望 其實 其實平安夜 現在整整一下 就變成青年男女 利用這一天 大家